今年在香港回歸25周年 外界一直預期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到訪香港 《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報導 香港官員研究如何將他的行程 壓縮到7月1日週年紀念日當天 然而如果新冠疫情再次爆發 或者不會成行 據知情人士指出 習近平還未確認他的行程 他的辦公室擔心 禁於香港最近爆發大規模的Omicron疫情 接觸到新冠病毒的風險可能太大 所以想限制自己與訪客的互動 以免感染 另外 將會與習近平會面的香港官員和政要 很可能在他抵達前需要隔離7天 據報如果成行 將會是2019年香港發生大規模反政府抗議活動以來 習近平首次訪問香港 預計他將會出席香港下屆政府的就職典禮 以及發表重要講話 視察解放軍駐港部隊 並且會見當地要員 習近平有可能在出訪當日就返回內地 習近平在2020年1月 國事訪問緬甸之後就沒有再來出訪 他上一次到訪香港 在2017年香港回歸20週年 當時訪問為期三天 2 2 3 4 4 1 4 4 7 9